塔前暖臨星座雲西 在2021年的農曆二月再遇榮貴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的 因為新聞都真的停足了一段時間 不過情有可緣 首先就年尾年頭這些時候 就很多人找我去做蒜頭鏈 Service H 甚至做了大批 Service J 甚至最近有很多人做過ACG 尖星地圖 Service M 因為都真的是 移民是一個對香港人很熱門的心水選擇 然後去年我又做過一個Live 2021的十二星座開雲秘吉 我也上去怪別人說了 大家可以當這是一個整年的星座雲西 但當然不夠我每一個月判斷New Moon去做的星運 還有真的很多星象 去年有冬至土木下 今年六星連珠 還有水翼水瓶座美國大選 還有我搞免費二占 還有我最近也做過幾次Live 所以其實真的很忙 分心佛術 所以要將免費的星運暫告一段落 但現在就回來了 我相信大家會體諒 好 快點報告正題 今次農曆二月 伴隨著初日即西曆新月13日的雙魚座新月 割下無論是上星還是太陽 以下這個星座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將會如何呢? 雙子座的運勢非常簡單 兩大訊息 第一 農曆二月呢 會有小人從中作緊挑撥泥艦 去搞亂你的人際關係 對啦 還有 跟大家去吵架啊 絕交啊 離心離得的事情 太過明顯了 OK 那 小心流言蜚語 不要太過信別人說的東西 別人家嫌嫌醜 OK 那也都 你 注意多些你一向很真而重之的朋友 OK 那跟他們溝通定多些 那就可以防止他們 將來被一些小人在洗腦 對啦 那小心 這些人際關係圈一定有人在搞搞陣 第二 就開心一點啦 那訊息 就是說呢 在你們整個人生路上面 對啦 但如果沒有去到一個這麼厲害的層面 就純粹你們的事業呢 會有一個很暫身的新一頁 對啦 一個機會 OK 可能是 噢 你們自己去創業 OK 又或者呢 老闆接下來的生理職了 讓你去搞一些很大的project OK 或者是人生上面可能你們去專項 對啦 或者你們去移民 OK 對啦 那講起有講呢 我真的有個雙子座的朋友呢 就剛好是移民去英國的 OK 總之 你有沒有看到 是一些人生 一個 一個全新的篇 OK 但是再講多一次 如果沒有去到 哇 真的要去到移民這些 但是可能是事業方面 因為說真的 其實 尤其是香港人 我們都是放很多的精神心機 在我們的事業上面 對不對 或者你的一些社會定位上面 OK 會有一些很新的挑戰 而這些挑戰呢 離不開 就是你要去做些什麼去達成這些挑戰呢 你要移民啦 那真的這麼巧 我的朋友就是 因為移民 那有一個人生的新一頁 對不對 OK 或者你會去接觸一些國外的事務 或者你要去進修 可能去讀一個新的language 或者你要讀一些課程 去適應我剛剛講的新的機會 新的挑戰 還有你要去把握到這些機會 是很漂亮的 這個運勢 不用太害怕 還有在這個過程 會有貴人幫到你的 貴人是什麼呢 是你的下屬 OK 所以我當老闆真的給你一個新的project 去跟進 但是他會給一個得力的助手去幫到你 OK 或者如果你轉行的話 你在這個新的行業 會有一些人聽命於你 他們是真的很肯去為你付出的 或者如果你去一個新的地方移民 去展開人生新一頁 在這些時候 都會有很多 未必叫下屬 但是你去給錢給別人 你去買很多不同的服務 你去找老闆 那些人都會很肯去幫你 以及真的幫到你的 OK 祝你們這個農曆二月過得非常精彩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找有沒有財蛋 坦白說 我塔尖亂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即是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